那是因为他的后人天赋出众 展现了无敌之词 你们看那边 他的名字不就在魔尊碑上 应该也与父亲的大脑有关 听说魔尊碑可保存足足三百万个天赋 潜能 战力 最强者的名字 三百万 听起来多 可却是三千周无尽岁月的积累 所以能留名者都是惊天动地的天才 多少年也未必能新增一个呢 有些远古巨头虽不能当面比试 却可通过神碑堡上战力一较高下 有点意思 怪不得我听人传说参与石碑试炼 便是以性命相补 要么留名 要么留命 原来真的是如此 你也太不自信了 不管成功与否 都要有一种闯技 都是各族嫡妻传人 竟然无疑成功 看来你我 也不必再试了 还是回去吧 果然已无人在愿意尝试了 别灰心 要知道 我们是在跟三千周的无数天纵奇才对比 哪有那么容易就留名的 神碑可策战力 天赋潜能三重 不过天赋潜能 需要引导碑中符文入地 此行充满了未知 天赋潜能三重 况且我连至尊虎都失去了两次 也就不用再一侧是内线 那就一侧战力吧 多加热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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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